還是要特別提醒 所有的市民朋友要特別留意 因為現在在中午下午前看起來好像無風無雨 但是中午過後 那風勢跟雨勢也會逐漸的加大 那這個颱風已經升級為強烈的颱風 在中心位置會高達17級以上的這個陣風 那這個就跟47年前的賽洛馬颱風 不管是在路徑颱風的強度都是相當 那當時賽洛馬颱風造成37位死亡 那包括停水停電在整個工業以及高雄港 高雄市區重大的災情 所以要提醒民眾一定要做好相關的防台的準備 那根據中央氣象署的資料 風的影響會大於雨的影響 所以在沿海地區 那尤其假如按照氣象署的這個預測 那登陸的地點 那有可能在這個台南高雄屏東 尤其是在高雄這個區域 那這個對於市區的影響 尤其在這個平地的影響 將會來得更嚴峻 所以要特別提醒民眾 減少不必要的外出 這個颱風架放假是要市民朋友 大家能夠共同把防台的工作準備做好 那也不要到這個海邊沿海地區或山區逗留 那我也下令這個我們警察局的同仁 假如這種不必要的包括在海邊垂吊 或是不必要的這些行為 立刻驅离罷款